如果你身边的女人在这些事情上经常保持沉默,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? 小李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,小李和女朋友相处快两个月了,当初追求她的时候也算是用心,女朋友也答应得很爽快。 但是交往这么长时间以来,小李觉得很奇怪,她去牵住女朋友的手时,女朋友总是默默地接受,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愿意或是愿意。 小李就一直很纳闷,她是内心还没有接受我吗?那么小李的女朋友到底是为什么如此表现呢? 心理学家解释说,小李女朋友不是没有接受她,反而是真心地想跟她交往。 那么女人沉默的激动情况都代表什么呢?小编给你总结一下。 第一点,当你牵着她的手时,她总是会默默地接受,沉默地,不说话,不拒绝。 你想想,如果一个女人已经开始默认了你的身体接触,比如牵手,她不表示不拒绝,只是默默地牵着你的手,默默地接受你牵着她的手,说明她喜欢你,对你有意思。 因为女人对身体是很敏感的,已经不排斥你接触她的身体了,不应该是真正接受你了吗? 就算她是勉强的,说一些不想做的事情敷衍你,但是女人的身体语言很容易出卖她。 当女妻接触她的时候,她的身体语言会告诉你喜欢或是不喜欢。 所以当你去牵一个女人的手时,她不反感,不拒绝,只是沉默,那就说明她默认了你,默认了你接触了她的身体。 也就是说她爱你,所以小李同学不用担心,你女朋友其实是爱你的。 小张的老婆和婆婆相处总是很友好,被称为典范。 小张也经常对外人说,她老婆从来不抱怨,总是努力去解决各种事情。 这种女人也是真心爱着的,真心爱着家的。 第二点,无论婆媳之间的矛盾多么难解决,都会自己努力的去解决。 在你面前保持沉默,不会总是抱怨这抱怨那。 无论婆媳之间的问题有多难解决,总是自己一个人努力解决。 在老公面前保持沉默,很少抱怨,很少出现矛盾。 这样的女人是因为舍不得让男人左右为难,尤其是不愿意让老婆和母亲成为两男的选择。 一个是亲情,一个是爱情。 对于男人来说,选择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。 所以一个女人真心爱你的时候,就会在出现这种矛盾的时候保持沉默,绝对不会在你面前咿咿呀呀的说歌不停。 小王自诉,我和女朋友交往快一年了,中间也经常出现磕磕碰碰,她经常和我冷战,但是一次也没有说过分手。 不知道我女朋友是不是不愿意跟我交往呢,现在准备结婚了,所以很犹豫,为什么她会沉默呢? 第三点,当你和女人出现了一些矛盾,或者说她跟你闹脾气的时候,她总是沉默或者不理你,但是她从来不说分手。 心理学家分析,当两个人出现矛盾的时候,女孩子总是可以克制住自己,从来不轻易地说出分手。 这种女孩子肯定是用情自身的,一段感情怎么可能一帆丰盛?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好感在一起,当然需要磨合。 有时候可能是一件小事,或者一句话,虽然增问到不可开交,甚至冷战,但是爱是包容的。 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是不会对你说分手的,因为爱可以解决一切,小矛盾互相认真地朝你靠近,因为她很爱你,在乎你,所以即使再生气的时候,她也会控制自己,不会轻易地说出伤害你的话。 所以男士要记住,在和你吵架的时候,女人沉默了,不是说她争不过你,也不是说她理亏,而是她真的爱你,因为爱你,所以可以容忍你。